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了 厂工 我看见你这边还有灯 所以想跟你聊几句 你还在担心杨勇是吧 春华知道厂工是一言九鼎的人 一定早把他放过 我又何须担心呢 昨天的事 是我做错了 把你想的 如果还来得及 我现在就跟你 道歉 对不起 我扪心自问 我汪植不算是个好人 不过很奇怪 自从我认出你是当年那个小女孩之后 我对你真的一点加害之心都没有 所以说昨天我对你做的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 能忘记这件事 我只希望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 每天一起开开心心地吃早饭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比无所求 早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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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忙吧 嗯 难道指的是皇上 不宇群方 争敬烟 只盼随风 半夜行 娘娘 少将来 初华 你怎么来了 娘娘 我刚去尚公局那里负命 经过童心殿 所以 想要跟娘娘请了 哦 夏和 你先下去吧 是 娘娘 春花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娘娘 春花该死 刚刚帮你整理桌子 不小心 看了娘娘写的诗了 娘娘 春花求你两件事 第一 把诗毁了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看到 第二 把思念之情收回 永远忘了那个人吧 求娘娘 你快起来 别这样 不 娘娘不大意 春花长跪不起 你说什么呀 娘娘 这是若被皇上知道了 那是砍头的大罪 你 wäre丰富 永远擁 dall 我 都愿意 生 我的余生 怕是要永远待在 这个走不出的后宫大牢了 如果再不让我想 再不让我写 每天过着 行尸般的日子 还不如让我去死 我之所以写事 只是想证明 那个百寒仙还活着 还有思想 仅此而已 春华 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奶奶亲 快刷瓶子来 快点 娘娘 怎么样 娘娘 奴婢宣太医来好吗 不用 你传本公旨意 宣潘大人进宫 宣潘大人进宫 对啊 快去 是 是 赵公公 贤妃记照老臣进宫 不知所谓何事啊 这个老公 这个老公就不知道了 但近日贤妃 甚得皇上宠幸 却是宫中近人皆知之事 潘大人有如此异女 真是福气过人呢 赵公公过奖了 这是实话 还望潘大人日后在娘娘面前多多美颜济君 那是一定 一定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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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